对一个王朝最恶毒的诅咒,就是让他断子绝孙 从1861年咸丰皇帝驾崩,同治皇帝登基,到1912年清廷退位 满清皇族就陷入了这种可怕的魔咒 从同治、光绪到宣统,大清帝国最后的三任皇帝全都不遇无子 可以说,读清史,这一诡异而又神秘的现象,是困扰每个人心中的一大疑问 作为两千多年的帝制的黄昏,这难道冥冥之中是一种天书? 说起来,清朝皇帝无子这种趋势,在清朝倒数第四位皇帝 咸丰皇帝身上就已经有了苗头 作为关外的彪悍民族,满人从皇太极1636年改国号为大清以来 皇帝的生育力刚开始一直旺盛 清太祖努尔哈赤共有16个儿子 开国皇帝皇太极共有11个儿子 其中四位早妖,七位成人 第三位皇帝顺治也生有皇子8人,存活4位 第四位皇帝康熙更是生有35位皇子 其中长大成人20人 第五位皇帝雍正共有10位皇子 第六位皇帝乾隆共生有17个皇子 第七位皇帝嘉庆共生有5个皇子,存活4位 第八位皇帝道光,生有皇子9人,存活7位 但到了第九位皇帝贤丰 年仅31岁就驾崩的他,仅生育了两个儿子 其中长子出生不久就夭折 幸存的儿子就是慈禧所生6岁及登基的同志皇帝 此后大清皇朝的生育力直线下降 1874年,咸丰帝硕国仅存的儿子满清第十位皇帝同志 年仅19岁就驾崩,无子 此后第十一位皇帝光绪 以及第十二位皇帝亡国之君宣统 全部都不遇无子 帝国陷入了绝世的魔咒 追究起来,满清最后的三位皇帝的不遇 跟皇族的近亲结婚有着很大的关系 与开国初期武力强悍 康熙甚至由于儿子众多 彼此争位不休而痛苦不已相比 满清皇族到了咸丰皇帝 生育力开始直线下降 这方面与满族的原始婚俗有着某种关系 清太祖努尔哈赤在临死前曾经交代说 他死后他的大老婆也就是大福晋 交由他的长子大阿哥戴善收养 因为在满族等民族的原始婚俗中 父亲的妻子遗留给儿子非常正常 为了联合蒙古抗击明朝 从努尔哈赤开始满族开始大量与蒙古部落进行联姻 其中皇太极就有五位后妃是来自蒙古 伯尔吉吉特氏家族 其中有的甚至彼此都是估值 作为国策 清朝的皇帝和王公贝勒 一直都有迎娶蒙古贵族女子为妻的传统 而清朝皇族则经常将自己的女儿 嫁给蒙古的王公贵族 由此导致经常出现近亲结婚的问题 例如顺治皇帝就有两位妃子 是自己的蒙古族亲表妹 而顺治的孝慧张皇后 也是自己的蒙古族表侄女 与蒙古族的大规模近亲结婚混血之外 满清皇族的其他近亲结婚也非常严重 以康熙为例 康熙的母亲是佟国卑的妹妹佟佟佳氏 后来康熙又娶了同国为的两个女儿 也就是康熙的两个亲表妹为后妃 这就是孝义仁皇后和敦义皇贵妃 皇族间的这种近亲结婚 到了后期也依然如此 而不遇的光绪帝 她的皇后叶赫纳拉氏 也是光绪帝的亲表妹 慈禧的亲侄女 由此可见 从清朝创立开始 近亲结婚就一直是一个 潜藏在爱心觉罗家族中的致命基因 但信奉亲上加亲的满清皇族 对此并没有科学的认识 如此导致的结果 就是皇族生育力 从咸丰开始的不断下降 最终乃至连续三位皇帝的绝育 童治 光绪 宣统的五子 与幼年登基的皇帝生涯 也有着强烈的关系 以童治为例 他六岁就登基为帝 光绪是四岁登基 宣统帝溥仪则是三岁登基 由于过早地禁锢了自己的生活 长期处在后妃 宫女 太监包围之中的三位皇帝 在整个成长过程中 始终缺乏男子汉 阳刚之气的培育寻陶 这也对他们的生长发育 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在满清的太监们传说中 有的对于末代皇帝溥仪 就有说法说他不育 是因为不走水路走汉路 意思是怀疑溥仪在紫禁城之中 有同性恋的癖好 尽管这只是一种传说 无法求证 但却显示了紫禁城的特殊环境 对于一个儿童的心理影响之大 过早接触性生活 则对一个孩子产生巨大的伤害 在紫禁城中 太监们经常向年幼的皇帝 展示各种春宫图和男女交合的人像 在这种开导下 懵懵懵懂懂的皇帝也经常跟宫女们发生关系 晚年时末代皇帝溥仪就曾经跟审罪透露 他十几岁时在紫禁城中 当时太监们怕他夜里跑出去 就经常让一些宫女在晚上为他陪床 而渴望能怀上龙肿 改变卑微地位的宫女们 对此也是很热心 经常开导小皇帝 为了帮助小皇帝 太监们又经常拿壮阳药给溥仪吃 对此溥仪曾经回忆说 几乎每晚一直睡到白天 恍惚走出房间 看到的太阳都是绿色的 这种过早的纵欲 也让溥仪落下了 阳尾和不欲的终生病根 对于自己不欲的原因 光绪帝在他临死的前一年 1907年就曾经自述写道 宜经之病将二十年 前数年每月必发十数次 近数年每月不过两三次 写有无梦不举 即自一泄之时 冬天较甚 近数年一泄较少者 并非见玉 乃系肾经亏损太甚 无力发泄之故 四岁就登基的光绪帝 根据他的字数 他从年轻时就患上了 疑经病 以至于从三十多岁开始 就已经到了 无精可泄的地步 因此光绪无子 与童年少年时期 过早体验性生活 也有着密切的关系 而从少年乃至童年 就开始的性经验 也让年轻气盛的皇帝们 过早地掏空了身体 另外让人难以置信的是 作为皇帝 光绪帝却长期处于 营养不良的状态 曾在紫禁城担任 护卫的苏勋成 就在我所见到的慈禧 和光绪中回忆到 光绪那时约三十多岁 中等身材 瘦长脸 面色苍白 体质雷弱 我们从未见他笑过 说实在的 他过的是囚犯生活 怎么能乐起来呀 慈禧每日三宴 每宴一百零八样菜 光绪却没有这个排场 慈禧每餐 捡自己不喜欢吃的 三四样菜 命人给光绪送去 以示慈爱 有时三四样菜 要分三四次赏 每送一次 光绪都得起立磕头谢恩 连一顿安盛饭也吃不成 龙玉是慈禧的亲侄女 她可以就着慈禧的桌子吃 我们那时都私下猜疑 光绪瘦弱 多半是差了点饭食 对于自己的伙食 光绪也曾经提出 想增添自己喜欢的饭菜 但就是这种细微的要求 慈禧也经常蛮横地加以拒绝 后来光绪便不再提起 所以中光绪一生 吃不饱 吃不好 竟然成了这位 囚徒皇帝的真实生活写照 而面色苍白 体质雷弱 活了38岁的光绪 不育无子 应该说跟这种生活状况 精神状态 也有着很大的关系 而溥仪杨伟和不育的秘密 由于她的妃子文秀的曝光 也开始被公开 1931年 溥仪的妃子文秀在天津 突然秘密离开溥仪 此后与溥仪闹起了离婚 1922年 溥仪同时迎娶皇后宛容 和淑妃文秀 但据文秀当时的公开说法 她从1922年嫁给溥仪 到1931年 溥仪从未与她有过性生活 以致她结婚九年 却仍是处女 世帝九年未蒙一姓 孤枕独报 仇类暗留 备受虐待不堪忍受 溥仪一生种 共迎娶了五位妻子 但由于溥仪从小纵欲 已治养尾 这也给她的妻子们 带来了难言的苦难 溥仪始终无法根治这个疾病 根据贾英华的研究 病例显示 溥仪当时还曾经前往求治 病例当时写着 患者溥仪 曾于1962年7月21日 再次做过检查诊断 患者于30年前任皇帝时 就有杨伟一直在求治 疗效欠家 其妻子均未生育 天诀满清地印 或许天意本来就是如此 在这个极个别情况下 才复苏的溥仪 到1967年去世时 最终也没能解决不遇这个问题 对此日本人则提前下手 给溥仪的弟弟溥杰安排了个日本妻子 有着日本皇室血统的 日本华族撮额时圣侯杰的长女 撮额浩 1937年4月 溥杰最终与日本人安排的妻子 撮额浩结婚 1938年3月 关东军又强迫溥仪签字 通过了帝位继承法 要求父死子继 胸中帝籍 以为溥杰有着日本血统的孩子 未来阶层皇位做好准备 溥杰与日本妻子撮额浩 先后生下了两个女儿 爱心觉罗惠生 爱心觉罗惠生 1945年日本战败 后来惠生于1957年自杀 惠生则嫁给了日本人 浮涌建制 婚后随夫改名为浮涌护生 并生下了五名子女 至此 同志 光绪 宣统 三位皇帝最终绝寺 而日本人则通过曲线方式 最终通过溥仪的弟弟溥杰 拥有了他们渴望的 带有爱心觉罗家族血统的 日本继承人 好了 以上是本期的内容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欢迎订阅点赞转发 感谢大家的支持